收复了北疆又平定了南疆 所以说乾隆皇帝这个人比较什么 好大喜功 他就觉得 这哪叫西域呀 这怎么叫西域 这明明就是我新开辟的疆域 所以叫什么 新疆 是这个意思 以前就叫西域 回疆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说法 所以乾隆皇帝平定南北疆以后 新开辟的疆域 新疆 这样的教法 所以说 一帕尔汉就是相非 当地地名叫伊帕尔汉 就是相非 不叫香香公主 叫伊帕尔汉 怎么说 她就是南疆 回人的领袖 叫大河卓小河卓的小妾 梦见得遥远的回江 是不是一个姑娘 哪一个接水的水瓶子 在喀什河的边上 在接水 讲得太漂亮了 沉鱼落雁碧月修华 不过如此 在那梦醒以后呢 就让他手下最得力的大臣 谁呀 河深 喂 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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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个猫 猫主席雕像 这个雕像很难得的 猫主席雕像 很难得 我看 于田县 和田市和喀什 有这个猫主席雕像 毛泽通雕像 他说思念家乡一种树 这种树呢 叫做呢 铁干 金枝营业 铁干 金枝营业 什么树 就是我们南疆最最多的 沙枣树 那个嚼起来跟嚼沙子一样的一个枣子 小小的小枣子 一个一个黄黄的小枣子 我们一路上会看到很多沙枣树 沙枣树呢 就是说沙枣树的花香 就是香菲身上的味道 因为香菲从小他洗澡呢 都用那个沙枣树的干花 或者沙枣树的鲜花 泡到水里面洗澡 我都闻到过啊 沙枣树的花香 所以以后呢 遇到这个沙枣树 大家指一下 那就是香菲的味道 顺便说一下我们穆斯林 很注重原生态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好多穆斯林 眉毛 特别的浓 特别的密 特别的黑 对不对 头发长得特别的好 包括很多农村 小姑娘编辫子 哪有摩斯 折利 有没有 那怎么固定 所以呢 我们从小 从小 穆斯林来说 都会在眉毛和头发上 某一种 某一种药 什么药呢 叫做奥斯曼 也可以说是一种草 这种草药 在内地绝对有 但是我们汉族人 没有发现而已 我们把它用来看什么 用来抗击非典 叫做半蓝根 半蓝根就是奥斯曼 但是香菲的绅士 还是一个谜 还是一个谜 第一呢 咱说他什么呀 四十多岁就去世了 也属于英年早逝 第二咱说他呢 没有留下一男伴女 没有留下一男伴女呢 后世的猜测就很多了 有人甚至说 嗯 这个香菲有问题 什么问题 不能生 为什么不能生 跟我没关系啊 但是呢 据我考证 有人说他呢 身上带有一色香 色香是很香 但是色香带到身上什么呀 容易流产 不容易怀孕 对女孩子不好 但是呢 他香啊 今天一出门 一出门 蝴蝶也过来了 蜻蜓也过来了 是不是 他香 香归香 他要付出他的代价 什么呀 不能生育 谢谢大家